这样的事情 当然第一个他们因为伤葬的费用 其实也蛮高的 所以他当初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是叫家属先垫钱的 拿出去年花联落实案件何解书 顾问江敏加码爆料 蝶莲华负责人周笔仓处理意外事故的做法 就是要家属先垫伤葬费用 之后再跳票 只说名下没财产 但真的是这样吗 旅行工业 工会这边应该有个200万 然后这个意外险部分有200万 包含这个车的部分200万 应该是他们基本可以求偿到600万 因为我在他的公司跟他谈话的时候 他是一个很霸道的人 初公名下至少有20辆车和600万资产 周笔仓为人处事霸道 国道翻车意外的处理态度 连亲友都看不下去 散步就是之前有靠航在那个 就是之前我爸负责的公司下面 是周笔仓的车 对啊 是他的车 一句不是大家都跟他一样 立即做切割 事发后周笔仓重判清理 无论是道歉记者会 还是受害家属协调会 他的一言一行 都引发外界反弹 眉头深锁 鞠躬道歉 但看在家属眼里 毫无诚意 对比33名死者家属 痛失至亲流下的泪水 周笔仓现身地检署 那一抹为笑 格外冷漠无情 记者杨生温思涵 小组台报道